来 差不多了 还没给别人看病呢 自己就先说了 要想做好一官助理 第一步就是无论多辛苦 也要坚持 又不是我自愿要做一官助理的 诚恨 你说这个芝儿 昨天刚刚不见 今天宫里就死了这么多人 一定跟她有关系 断案不是你的工作 这才是 这芝儿明明这么多人看着她 我就不信这大理寺 宫里这么多双眼睛 她还能这么光明正大地 尽尽处处 她一定是个妖怪 别偷懒 继续接药 可不能让芝儿这么跑了 我还得拿到她的五色石呢 丑翰 大人叫你过去的 那些尸体都运回来了 好 我这几群 那我要去 不行 熬完药之后 你还有很多药材要卖 这些都是今天要买的药 我去 这么多啊 那当然 大人体寒 这些都是滋补的药 切记 千万不要买错 知道了 这些尸体都并无外生 但全都蹊跷流血 朝恨 准备银针夜市 是 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原来大理寺也只有这点能耐啊 臣不知太子殿下下临 微臣未能远迎 望太子殿下恕罪 恕罪 大理寺失职 让犯人再次犯案 使我殿中 十几名侍卫惨死 你罪无可恕 臣一定尽快查明真相 但现在最重要的 是查明这些侍卫们的死因 这些都是陪着我 出生不死的兄弟 谢你谨速查明凶手 将功赎罪 否则这纵放人犯 一呼职守之罪 我必要向你追究到底 臣遵旨 这个芝儿 到底会去哪儿呢 芝儿是太子身边的人 我要是去找太子的话 肯定能找到线索吧 太子殿下 你也在这儿啊 奉死 你什么身份 殿下是你叫的吗 本王真要回宫 你也早点回去吧 我听说最近宫中发生了不少事 我听说最近宫中发生了不少事 太子殿下的心情肯定不好 所以呢 我就来传授你几招毕生绝学 你肯定会开心的 什么绝学 我这里呀有一套天天开心服 我给你看一下吧 你才是乌龟的 崔家那是乌龟 我 你太让衣裳伤心了 你太让衣裳伤心了 你看你是不是笑了 我告诉你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要大口吃鱼大口吃肉 哎呀 你太让衣裳伤心了 你太让衣裳伤心了 好了 我就勉为其难地陪你吃顿饭吧 只不过我没有钱 你得请我 放肆你什么身份 让殿下请你吃饭 我也正好想找人陪我聊聊天 我们走吧 好 走吧 殿下 如果真的中毒的话 这根银针应该是青黑色的 难道并非中毒而亡 这么多人一起暴毙 难道真的是因为女鬼